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套房子是2021年的那个房子 它只住了大概可能我估计半年的时间 实际上是一套准轻房 建筑宽度是50尺 Lot应该是在65左右 然后面宽很宽也很舒服 我们进来看一下 2500尺的四加两个半的 三加两个半的非常奢侈的一层的自住房 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好的房子 面宽宽 走廊宽 我刚刚量了一下 走廊入户 走廊宽度是 这边是6尺 然后过这个杆里面就是7尺宽 然后顶是11尺高 所以整体来说 虽然这套房子 比如说现在它毕竟是60来万的房子 所以不是100万200万 但是它有一百万的架构 你想想看 如果进来之后 所有这块LED灯变吊灯 是吧 然后这个门变成铁和玻璃的这种 然后整个的base 比如说你可以再加高再加墙围 是吧 然后门加门套 所有的门框加门框窗套 做完之后会很棒 所以这套房子留给我们很多的升级空间 而且屋主把该升级的都做了之前 你看它这边书房4个LED灯 已经做了 而且它base是快7尺 这不是快7寸的 这个不是5寸那个base 好 再来这边是有两个卧室 而且非常非常的奢侈 你看这个空间 这边三个LED灯过来 是吧 然后这儿竟然还有一个空间 然后我才会进到洗手间 洗手间的地砖 超级棒是吧 然后呢 这两个搭浴晶的地方 你可以从侧面可以看到 就是砖的厚度 跟地面上是一样的砖 水泥 你这个材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然后再过来 这个龙头没有升级 是未来还可以升级 而且你会看到一个便盆在这对吧 这还有空间 所以说整体2500多尺 2530尺的一层确实是不一样 太舒服 就是它是有一个可以可以 这个 就是所有的结构上的空间已经留好 这closet是给他们的 所以这儿你看 地面表现一般 但是这个地面的颜色做的还行 地面如果以后未来升级的话 我觉得这道房子应该全部做成那个档 他都做了太棒了 你看这个空间就是浪费 就是奢侈 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舒服啊 跑再往这边你看都到了洗衣房了过来 还是太奢侈了 来看看他半个厕所 更奢侈 我感觉这是这个面积 这是半个厕所是啥也没有 你看地面 这个面积是什么 如果你去一个小的医生的office的诊所 可能都比这个要还小一点 这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奢侈就是浪费 就给人这种感觉 而且细节也做的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看车库 我看这里面都是木头 你看一下 这个车库里面的这个木头看到没有 这车库木头还给你弄成这样的 一个是这样粘一下就会更结实 还有就是花纹做的 然后这边是三车库 所以这里面还可以停一辆车 但是都是都是在一起 哇真的是 这整个地面也很棒是吧 我很喜欢 这边都不行了 这个是Wino做出来 这个不行 但是以后可以升级 走廊上 这个是入户的一帽间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书房 然后两个非常奢侈的客户 卧室是没有看的 就在说奢侈了 太奢侈了 已经全部洗好了 地面我就不进去了 这边衣柜是双开门的 然后这个层高 卧室的层高是9尺高 这边也是 然后厅是这边走廊是10尺 厅是11尺 所以整体来这两个衣柜门面对面 所以这中间不是墙格墙 所以这里面从中间分一到这里面是两个衣柜 然后所以从隔音上来说还可以 你看到没 就这空间 好 我们到客厅 客厅屋 就之前建这个房子 人真的是很聪明 你看这是11尺的层高 看到了 然后在家推拉门 太棒了 院子的杂草 你可以忽略不计 但真的是 太舒服了 然后这还有个小的空间 你可以放一些装饰 或者干嘛都OK 整个客厅也是非常非常的宽敞 就是给你感觉非常现代 然后非常实用 然后就给你很大的那种空间 你看我往那一站 我和冰箱一样高吧 是不是 整体就 你整体的我说话有回声吗 你想想看整个的空间感 然后橱柜也是台面非常舒服 是吧 龙头做了升级 来看人家标配了 咱们都觉得烤箱费店的时候 很多家里还会再单独买一个小烤箱 放在这烤小东西 人家这个就是两层的 底下的第二层稍微大一点 第一层小一点 真的是很好 这个微博炉很深啊 这个微博炉很深啊 冰箱也是 冰箱后面我给他们我们给他们加了点钱 那 那冰箱也是好冰箱是不是 太好了 然后他这个是带带那个橱柜灯的 有些房子像这个集结的房子很多都不带橱柜灯 橱柜 然后这这些都是自己加的 Soft clothes 这个这个是自己加的 这个和那个啥 龙头是配着的 你看他这是这样的 这样的菜 你再看龙头 是吧 好吧 delta 太好了 所有的这个 这个没有Soft clothes 但是抽屉油 底下也是 哦 这个也没有 小的抽屉油 洗碗机 一年的房子 21年建的 可能住的没有一年 然后这边是餐厅 跟邻居整体的感觉都很好 就是邻居不会说能看见你家什么怎么样 就是就露一个头 是六尺的fence 整个房子就是这种 就是完全符合今天的审美 包括他的那个吊扇 以前都是老的木门的吊扇 然后这个吊扇也是偏灰色的 就跟地面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大的 我知道你们最喜欢这个 我一定要把它拉开 美不美 哦 这没有只蚊子 太美了 真太美了 然后而且他这挺好的 是吧 这块是完全封死的 那马峰已经做窝了 然后这块可以再加个电动纱帘 电动纱帘做完 然后像春秋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全部打开 然后在这儿爬 这底下你要愿意再铺点地砖或者石头 然后在这儿放个长条桌 看见试也可以 怎么也可以 然后再高兴的话 外面再做一个petal cover的延伸是吧 直接接过来 然后在这儿 是吧 烤肉呀干嘛 太美了 它够宽吗 你想想看 六十六十五尺的院子 宽度够了 我现在看那棵树就想拔掉 太舒服了 这个就是滑动门的魅力 是吧 这个真的是太好 感觉就是 那个整个人都 整个人都清爽了 好 锁上了 这是半个厕所是吧 哎 不是 这是那个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当时他建上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给加了个钱在这儿 要么是standard 要么是加钱 在这后面直接可以通到他的洗衣房 通到他的洗衣店去 我们从这边直接进主卧了 所以主卧门是往这边开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哪哪都看不到 好 进到主卧里面 你看这个砖也选的是灰色 他当时留下来了 他没有升级留下来了 我觉得浴缸应该做浴缸没有做 所以后面再去做升级浴缸的话 需要去打砖 然后做管道比较麻烦 但是位置是有的 就他所有的地方都超级宽敞 所有的地方都超级宽敞 无边框了 但底下是塑料的 当时没有生 但也好 以后你再砸的时候 再做升级的时候 可以把它升级 这个成本便宜 你看看这 看这 是不是 我以前不懂这个东西 总是以为 说水压不行 你再换喷头 没有用 实际上喷头很关键 你换好的喷头 就相同的水压 你换好的喷头 我不喜欢这么舒服 这边就没有加把手 刚才那边加了 这不是soft clothes 所以刚才那个把手是自己加的吗 灯都挺好 就是他家是哪哪都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屋主 我会再加点钱 再升级装修一下 这个房子就是 就是他底子特别好 然后剩下就是你再去做升级的话 就很容易就卖上钱了 但是可以 你要不想自己享受的话 就等一等 这个再偷位边上 呃再等个10年 这个社区就像今天的 starwood 或者是stonebrenner的社区 是一样的 所以到时候这些房子 就变成100多万了 不是不是说 不是说那个什么 是钱不值钱了 就跟以前 买个车呀 什么买个什么都便宜 现在都贵了 还有就是这个差价是比如说加州200万的房子跟这100万七八十万的房子是一样的 这个是叫差价 但是如果从比如说加州房子未来也有可能是不是从200万涨到400万 不是说真的400万有多多是因为400万当时没有买不了多少东西了 就是从购买力上来说 好的呀太好了这个 所以你们先看到一层的房子 首先走廊要宽 再看一下走廊 从这这个角度来看 这边是7尺 首先走廊要宽 然后再就是层高要高 11尺的顶 然后再用大量的这种玻璃推拉门来做这种空间感 是吧 就是后面太丑了 这个你要是后面的草很漂亮 然后一个镜头推过去 真的很棒 就这样吧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刚过后的房子 可能这个房子还是在加价 可能说哇 怎么市场都变化了 怎么怎么还在加价 你在好的位置 在头位标上 你不加价买不到 然后这个客户应该看了房子 看了两个月了 就是从现在六月份 从三四月份 四月 四月份就开始看 看到现在 然后 我们第一个 第二份都递了 可能六七个七八个 然后呢 才最后选拨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 印象中是加了几万块钱 这个开价是对的 我们加了六十多嘛 所以 市场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好的位置 这些它本身是稀缺资源 你很难去动 也许会震荡 但是很少 你先是什么动啊 比如说达斯 房子先是一百多万两百万的房子动 而且我说不是不是海湾 海湾 一百多万都抢着买 就是像比如我们普通的区域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顶级的区域 就中上的好区 基本上是周边的这些一百多万的房子 两百万的房子 先松动 然后会变成什么样 一百万左右的 然后是八十万 这个过程会很长 然后到最后 然后你说像这个区域 我说六十万 六十万是这个社区几乎最便宜的房子 所以如果你买的时候已经是个社区最便宜了 所以你几乎不用担心 然后还是看位置 先是离高速最远的区域开始震荡 然后再就是慢慢慢慢 最后能影响到的 假设像08年一样 比如说金融危机从08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 到2011年市场还是回暖 假设有两到三年的过程 最后影响到的会是头位方面的 最后影响到的是中间 就像08年的时候 McKinney会有挺大的震荡 但是Plano几乎没有动 就是因为Plano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 那今天像 像这个Freesco Prosper 这是今天最火的区域 所以那如果是再往远买 或者周边买 比如说Phony 比如说再往远 这些地方会震荡 但是会不会回来的 比如说当时McKinney震荡完了之后很便宜 今天都很贵了 那在这次金融危机 再又过了时间 这个是不会动的 所以这是经济规律 所以买房子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它的地点在哪里 特别是比如市场有震荡加息 现在五点几的时候 你要看你的房子在哪里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社区到今天过后 我们一个月过后 就是5月初前的合同 还在加价的原因就是这样 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再给他回复留言 要知道区域地理位置 还有人口流动工作机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是周瑞 我在大拉斯等着你 再见 在大拉斯等着你 大拉斯等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